有四個移工首次到台灣來工作 在防疫旅館隔離結束的當天 就被一個集團全部接應 載走了 同一個時間 四個人第一次入境台灣 人就不見了 所以台灣是不是也非常多的 人舍集團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因為這次的這個事件 我有很多以前的同事跟家人 其實都打電話關心我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危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最近發生了一個社會案件 而且這個案主呢 是我很熟悉 也認識很久的一位大姐 有四個移工首次到台灣來工作 在防疫旅館隔離結束的當天 就被一個集團全部接應 載走了 那現在這個四個移工已經失聯了 而這四個移工的下場會是什麼 就跟柬埔寨事件一樣 被騙去打黑工 還是陷入更危險的情境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這樣子逃跑的事件 在台灣其實是屢見不鮮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探討一下 這四個移工離奇消失的事件 究竟背後到底有哪一隻魔手 是人蛇集團嗎 還是人口販賣的集團 在操控這一切 讓我們來看看台灣 失控的外勞政策 炒牌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三位 那其中第一位就是 新北市長照協會的理事長 郭立彥理事長 大家好 然後副理事長張婉寧女士 大家好 全聯會的副理事長 蒂明兄 最近台灣社會上 最引起熱議的一個話題 新聞關注度最高的 就是柬埔寨事件 想不到在台灣這樣的法治國家 都會發生像這樣的 非法人口的販運 非法仲介 然後向人蛇集團拐賣 這種行為 那我們今天請婉玲姐來 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事情是怎麼樣發生 因為我們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嘛 所以我們新進的外勞 必須從機場入境之後 送到我們的防疫旅館去 要到第七天晚上凌晨12點 才能解除隔離 所以早上5點半 去接四個外勞的時候 不明原因就不見了 據我了解 我們是同一家中介公司 而且這四個外勞 是第一次入境台灣 所以我相信 這次事嫌 就已經是策劃好的一個行為 我們業者都還不知道 這個外勞的一些資料 那為什麼這些外勞 會有這些私訊就不見了 懷疑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跟泰國 跟鹽埔寨一樣 也有非法的這一些仲介 我詢問過所有的刑事組的朋友 建議我說必須要去備案 請警政單位協助 去調閱監視錄影帶 所以當下我就到派出所去報警 筆錄做完之後 他們馬上就到那個 防疫酒店去收集證據 可是地方派出所 他也沒有這個群線 他調了之後 他也是要把這個案子 轉移給專情組 去辦這個案子 防疫旅館的回覆是說 他們12點解除隔離之後 因為他們有安置 他們自主管理的客人 所以他們12點之後 就沒有很強制的去管制 應該是說 婉寧姐 她當下她就 因為一次四個外勞不見 剛好媒體也有來採訪 所以引起長官的重視 是 透過這一件事 不管在立委上面 還是說媒體上面 跟移民署上面 是非常重視這樣一件事件的 同一個時間 四個人 第一次入境台灣 人就不見了 所以台灣是不是也 非常多的人舍集團 在做這樣的事情 外勞拐賣的事件 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 層出不窮 那我們也請吳大哥 跟我們分享一下 三位 也是跑三個 跑三個 那一個是來三天 兩個是來一個禮拜 是 後來我就去找那個監視器 真的發現 在門口 在晚上半夜的時候 就有個車 有人接應了 有人接應就上車 但是也沒有辦法怎麼辦 為什麼 目前為止 我們業者遇到的問題是 你即使知道後來要逃跑 你去跟蔡主說 正要逃跑 或者剛逃跑 跟他報案的時候 不會受的 逃跑要失聯 七十二小時 他才受的 但是 已經很明顯逃跑了 他還是不會受的 什麼叫失聯三天 他打電話你去 他有接喔 不好意思 他只要有接你的電話 那三天都不叫失聯 這三天都接不到電話 才叫失聯 只要中間外勞有接你的電話 他說好好好 我等一下要回去 這樣就不叫失聯 他只要有接你電話 他就不算失聯 就是要連打氣 沒有接 對 你不覺得台灣政府真的很幽默嗎 如果他被抓到了 他也可以說 他不想回去 然後我們的政府就說 好吧 那你就不回去 只有這一次是因為集體逃跑 所以引起了長官的重視 不然以前機構跑掉一個兩個 其實沒有辦法自保 那我們也請郭傑 分享一下你遇到的案例 聽說你遇到一個剛來你機構報到的 可是你看他的打扮就不是來做看護的對不對 對 因為他來報到的時候呢 我看他睫毛黏得很長 我就想說這個大概不會留下來 果然第二天他就跑掉了 然後連行李箱都不要了 後來拆開他的行李箱 其實都是沒有幾件衣服 都是很爛的衣服 就表示說他已經是準備是要跑的 幾乎台灣兩千多家 我敢說沒有一家沒有逃跑的 我有逃跑的外籍喔 他逃跑他第二天他就去自首 然後他就可以在外面非法打工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的外籍說 等到他被通知說有飛機的時候 就是他跑的開始 今天這個外勞他逃逸對不對 他去警察局自首 自首了以後 他就從逃逸外勞 變成我可以合法打工 因為我要吃飯啊 還是你政府要給我飯吃 沒有嘛 然後等到有一天 好 政府通知說 你現在排到機票 你可以出境了 然後他就告訴你 不對 我現在這是我要跑的開始 到晚就要回去 要回去 因為我翻機了 但他就不回去 對 他不回去啊 所以就是一直無限輪回 你知道嗎 非法外勞變合法打工 變成要驅逐出境 好 然後又繼續跑 然後跑完以後要再去自首 就一直輪回 以免他就自首了 可以只是請他回去 政府就是不理會這件事情 因為這兩年 疫情的關係 不管是在旅館解隔的時候 被原則機款接種 或者是說今天解隔之後 送到庫主家 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 就逃跑了 這樣的案例 其實在我們身邊的這個群組裡面 每天都在發生 每天啊 可是你有沒有去思考過 這一些庫主 他今天申請一個移工進來 要化多少的成本 付錢的話 我們申請一個家庭的移工 中間公司辦理的文件費 將近在一萬七左右 當國外工人負擔的一個 辦理文件進來台灣的費用 大概兩萬多塊 隔離八天的一個防疫計程車 防疫保險 甚至旅館的費用 也大概兩萬多塊 加一加將近大概六七萬的成本 還沒有看到工人 工人不見了 依現行的法規來講 要管控我們廠造機構的僱主 六個月不能申請移工 家庭的僱主 三個月不能申請移工 這一些都是僱主的一個成本 那萬一 我們在辦理下一個進來的時候 又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又跑了 那要怎麼辦 你的外勞跑掉 是你叫他跑的嗎 不是啊 他在裡面前跑掉 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可是你必須要被懲罰 你的名額必須要被凍結 對 我們在三十幾年前 開放移工的時候 定義是 移工是屬於補充性政策 到現在已經三十年後了 各個產業都非常的缺工 是不是不應該再用補充性的 一個移工政策來看待 我覺得政府單位應該要 以時俱進的 去修正 整體的一個移工政策 太多行業 需要人力的行業 可是找不到 沒有合法的管道 讓他們來申請外廊 他只能來挖我們的牆角 要騙 先騙什麼 家庭工 他的人數最多 他又最好騙 因為他們的薪水最低 再來就是我們機構工 每一家機構 每天都在發生的 其實現在很多的移工都會拍這些影片 拿著很多的錢 然後告訴這些移工說 你們只要出來 一天可以贏三千 所以引誘他們去做這些非法的工作 是不是有一個在抖音上面秀錢 身有一個大概有七千多個人的粉絲 這個追蹤者 所以他就在這個平台裡面 散佈一些吃喝玩樂的相片 還有這個新台幣 查獲的總共有這個42個人 那實際上的數目是一定是比這個還要 開銀車 然後桌上都擺了很多的一個錢 就像台灣人騙台灣人去柬埔寨一樣的意思 對 越南人就去騙越南人 工作很輕鬆 一個月可以領四五萬塊 然後吸引他們去往那邊移動 對 是不是在夜店 在小吃店 再不然就是這些工地 還有醫院的看護 醫院看護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灣人不願意做嘛 他是骯髒的行業嘛 你就是進去裡面喊 證監準備好 全部跑光光 你就看到像蟑螂一樣 真的 就是我的家人要去醫院住院 我要上班我怎麼顧 我就請一個看護來照顧他 那沒有人要做了 所以全部現在都是 台灣找不到 非法外勞的天下 因為印尼目前沒有開放家庭監護工 現在只有越南的管道 我們也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選擇 第一個 他沒有政府的一個保障 他也沒有健保的一個保障 如果他今天重病了 常常就是被丟包在路邊 沒有人會去理會他 再來就是他被查信了之後 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去 當然就是很有可能跟你講的薪水有多高 事實上呢 被這一些非法的仲介剝削了之後 甚至人薪水沒領到 甚至一個月只要領到幾千塊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是 今天要成為黑工的服務 你要去思考 不要去冒這個險 有接送過求救的嗎 有 有 我是比較多年前的一個案子 是我自己的外勞 他就被非法的仲介拐出去了 拐出之後 他就把他帶到一個空屋裡面去 就把他強奸 就把他打了 還是我親自把他救回來的 怎麼救啊 我就親自過去啊 他知道他在哪裡啊 對 我知道他在哪裡 就知道他把他帶到哪裡去 其實因為這次的這個事件 我有很多以前的同事跟家人 其實都打電話關心我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穩 你這樣子講我們最講的都很可怕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 一鳴兄說 現在戴口罩來而已 口罩戴起來 說真的啦 你就知道他們兩個非法外勞在裡面 其中一個被強暴 就算你報警 警察會跟你講 你寫報告到專情隊 大概要一個月以後 你看能不能收到回函 為什麼他不管 其實是管轄的權利 並不在警察身上 所以查了也沒地方放 放了也沒有功勞 那他為什麼要查 早期抓得很快 是因為派出所就可以抓 現在是專情隊才可以抓 所以變成滿街外勞跑 政府不知道嗎 多少人報警啊 根本就不理啊 我們希望說 我如果這個移工我都沒有看到 我馬上就可以地補 如果說我們換他 我們準的話 也是馬上可以地補 很多外籍的進來以後 他會說 說我要轉雇主 你又不能不讓他轉 那轉雇主以後 他轉了 政府又卡我們名人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同意 不良的工人 廢聘的話 也是可以馬上地補 誰要辦法理解 誰要辦法解釋自己的母親 這樣子被打 都打老人家了 我能夠還用他嗎 那你廢聘 就錯不在我啊 我可以有證據啊 還是我繼續用他 小燕的法令是這樣喔 他不適任喔 我們廢聘以後 我們又被凍結了 對 所以呢 我最後一個訴求就是 我們要求逃跑的外籍 不管你有沒有抓到 都一律不准在打工 他跑掉 也凍結我們 名額 虐待老人 廢聘也凍結我們 他要求 他想去工廠工作 我們同意了 又凍結我們 什麼都凍結我們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政府要去思考這個產業 為什麼這麼多請不到工人的產業 你不讓他申請外勞 第二個 我們合法申請的業者 遇到一個 真的會打老人家的好了 我們 他不是任嘛 我要解聘他可不可以 好 你又要凍結我的名額 你把二十幾萬的家庭工 你就抽走 我告訴你 台灣二十幾萬個家庭 全部都 對 全部都悲劇啊 其實我的機構 百分之六十以上 完全是政府補助的個案喔 如果說我的機構 沒有人力去照顧這些人 這些人怎麼辦 王林姐的意思是說 那些都是愛心床啦 都是政府不收 沒有能力收 拜託他的機構幫忙照顧的啦 可是照顧的人是誰 照顧的人 主力還是外籍的嘛 是 不合理的規定 一直掐著我們所有的業者 合法申請的 全部跑掉都算我們的 所以我們長照業者 才會在一起 減少長照杯葛 對 如果大家願意為我們長照 為我們弱勢的這些阿公阿嬤 還有委託給我們照顧 失能的這些家庭 你如果願意來關心我們的話 我們一起讓台灣更上軌道 不要再發生這種 黑工到處跑 然後非法仲介 然後失能的家庭 反而被懲罰 我們希望這個情況可以終結 都是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 台灣長照一直以來的困境 超敗